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工作人员每天一大早都要做家政 他们的服务对象不少是国宝级动物 不过除了保持动物们居住环境的整洁 这里还有不少宝贝是要好好收集的 工作人员也被戏称为动物食者 据专家介绍 一头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吃掉400斤的食物 但也可以排出300斤的粪便 一个象群每天产生的爸爸量就相当可观 也是动物园管理上不小的负担 但是在崔正安的眼里 这些都是宝贝 他对大熊猫 华南虎 考拉的爸爸如数家珍 这一种是大熊猫的粪便 大熊猫的粪便它的纤维是非常多的 看起来像一些夹子一样 其实这些都是竹子很长很长的一些纤维 一些新鲜的熊猫粪便 它是还会有一种竹子的清香味 这一种是大象的粪便 大象每天会产生很多的粪便 它的粪便特点跟大熊猫的是比较相似 是含有很高的纤维的 这一种是老虎的粪便 这个老虎的粪便也可以说是粪便中的极品 因为它里面含有很高的氮含量 幼食动物它本身就有很高的一个蛋白 脂肪这些营养物质 它这种粪便除了有老虎特有的气味之外 它的其他气味也相当的不友好 一般人都接受不了 作为肥料来说 它含有很高的蛋元素 这些蛋元素是植物生长所必须的元素 利用动物粪便发酵制作成植物肥料 让粪便便费为宝 这就是动物园的爸爸培育计划 不过这耗费的功夫也不少 从粪便收集开始 再到堆肥发酵的层层把控 整个过程都需要工作人员的付出 和科技力量的支持 有些动物粪便它很难发酵起来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有机成分是很低的 或者说它的有害成分很高 这时候我们就要调节它的一些里面的微生物 我们会额外的添加一些燕氧的菌 比如说会添加一些乳酸菌下去 让它产生一个酸性的环境 这样有害的微生物就可以有效地得到抑制 夏季需要20天左右 冬季需要30到45天 在最后经过工作人员检测 微生物含量合格后 爸爸最终变成有机肥料 这位动物爸爸专家 将它们用来为园区内的竹林与安树林施肥 这是大熊猫和考拉最爱的食物 最终爸爸完成了被绿色处理的拔生旅程 实现了反哺食草动物草寺生长的价值